记者吴生如基隆报道,基隆一名失业的张姓男子12月初透过报纸分类广告找到日领高薪工作轻松的广告栏打电话过去询问,得知是帮忙线上赌博店玩取款,且领满十万就可拿一千掉落诈骗集团圈套沦为车手。 16日警方接获现报,逮捕正在取款的张楠将他依诈其罪移送法办。 基隆市警一分局侦察队16日接获现报,得知有依诈骗集团派遣车手到基隆地区取款,立刻布线锁定张姓车手,等他现身就直接压倒在地带回真讯。 39岁张南向警方表示,失业后想从报纸分类找工作,发现有日领高薪工作,立刻依照上面的电话与对方联系。 对方宣称是在经营线上博弈工作,但现金无法透过正常管道流通,必须透过人员帮忙取款转账。 只要帮忙取款转账十万元,就能取得一千元的工资,才会依照指示帮忙取款。 第一天上工当体零两万五千元就被逮,自己也是被害人。 警讯后,认为张南已涉及诈欺罪嫌,将他移送法办。 一分局长王贵正呼吁民众求职务必注意征裁公司资讯。 是否有公司名称、地址及室内电话,如只留手机号码,甚至持有LINE,且强调工作轻松待遇高,都是求职陷阱。 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10或反诈骗咨询专线165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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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